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下这个amulus 可以看到它顶上很多套牢盘,是非常大的套牢盘 股价在200天均线一直压住它 它在底部的时候就弹上去了 大概是在0.31,弹到去0.5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,超过2-30% 现在要不要去追呢?老厕所真的是不要去追 为什么呢?这边有一个筹码套牢盘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线,这个紫色线 都是正在它的主力线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,紫色线已经上来了 0.505,正在压住它的收盘价 0.50,所以这个已经是奸顶的讯号 不要去追 而且之前呢,又有这个套牢盘 跟这个200天均线 所以千万不要去追 因为它肯定是过不到这个套牢盘的 一定会被压回来的 这样它要飞的时候 那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用这个回调买上涨 它的支撑,强支撑呢 就是这条蓝色线 大概就是在0.41左右 0.41,0.40 看下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位置里面 弹上去的时候 青色蓝色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一个马路讯号 如果你在这边卖的话 然后在这边马路的话 我觉得ok的 当然 呃 它也是有可能直接冲上去的 我是个人 我认为它是冲不到的 也是有机会冲上去的 技术分析就是看机会嘛 它也是有可能再破这个蓝色线的 再破的话就 别马路咯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